伊朗当地媒体5号报道称 伊朗一家法院当天判处三人死刑 罪名是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 以及参与2020年暗杀伊朗高级和物理学家 法赫里扎德的行动 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贾汉基尔 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当地法院一审判处三人死刑后 此案件目前处于上诉阶段 贾汉基尔说 伊朗安全部门此前在西阿塞拜疆省 逮捕了8名嫌疑人 其中3人在调查后被指控 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 贾汉基尔指出 上诉3人还被指控 以走私酒精饮料的名义 向伊朗运送用于此前暗杀 伊朗高级和物理学家 法赫里扎德的装备 2020年11月27号 伊朗高级和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乘车时遇袭 随后送医补治身亡 伊朗指责以色列是 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 但以色列未对这一指控 做出回应 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称 伊朗已于2022年 对14名涉嫌参与刺杀 法赫里扎德的嫌疑人 提起刑事指控 遇到 词 头 词